準總統賴清德的萬里老家土地 爭議現在有解方了 國土署你比照泰雅原民特區計畫來處理 選舉期間賴清德老家土地問題 附上檯面如今解套辦法出爐 國土署原則上採用泰雅原民特區計畫處理 也就是說在民國一百零六年 五月十六號前的建築 可由地方政府主動變更 編定為建築用地 中福里長喊話希望辦法能一事同仁 新美式議員也認為全臺礦區應一體適用 除了這個礦業用地 其他用地也要不要比較就地合法 會上我們有表達時間點的認定 要非常的小心 國土署也表達說目前只有泰雅原住民特定區計畫 有類似的這樣處理方式 國土署發新聞稿表示 無論是針對原民土地 林業用地或廢荒區議題 都要保障原有民眾既有合法居住權益 並解決不合時以使用地編定問題 更強調不只賴清德老家 針對瑞芳水南洞 金瓜石等地區 都還會再繼續並安討論 廢礦區土地爭議 中央地方協力補強法制面 只是以現階段而言 全臺廢礦區有公有與私人地 取得上難度不同 現在得通盤檢討 完整規劃後逐步還給原有居民居住權 暫力新聞 江波瑞 羅佩玉欣 被採訪報導